家境的皇位不是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来的 大明1566不知道您看过吗 太精彩了 里面的家境威风八面 虽然25年不上朝 但是国家被他管理的井井有条 那他这个皇位到底怎么来的呢 我们来听一下 是从他唐兄手里接过来的 他唐兄是特有名 名古宗诸后赵 是个特荒唐的皇上 特别爱玩 好多明朝电视剧电影都爱拍他 他特好玩这个皇上 也是按摩仿他的先祖 出去跟蒙古人打仗去 你出去打仗 天子亲征其实有很大的风险 就是英宗朱七镇被俘虏过 俘虏完了 然后就是于谦 不是说像于谦 于谦组织北京宝卫战 把马拉挡住了 等于北京得以保存 当时很多人就说走吧 回南京吧 这皇上都让人抓了 立的是皇上的弟弟 就是戴宗 没进十三陵 在宇泉山埋着的 就是明戴宗朱七镇 景泰 景泰兰 就是他那个年代 出的一种工艺品 就是景泰帝 但是后来就是明英宗又夺门之变 他复辟了又 他经过这么一轮折腾 所以再有皇上御驾亲征大臣 那就是死券绝对不行 太折腾了 但是那个武宗诸后赵 就是特别爱玩 他也挺有意思的 他是一个从小被宠坏了的 超级超级超级一富二代 他父亲是孝宗朱又称 朱又称也有意思 中国历史上好像是500多个皇上吧 三宫六院 七十二飞多了去了 诸后称孝宗只有一个皇后 他是一夫一妻 飞嫔都没有 一个儿子 就是武宗诸后赵 所以这孩子是从小被宠坏了 爹妈一 爹一死 妈没死 爹一死 他一继位 继位的时候十五 玩了别闹了 我就想打仗 你打仗不能让你出去 不能让我出去怎么办 我现在不是皇上了 我现在叫威武大将军诸寿 给自己改名 给自己封决 我就为了出去 你不帮我出去吗 我就为了出去 出去等到了山海关那 守城的将领 那不行他知道 你让你出去 就做罪过大了 就不让您出 他那时候我就要出 就是小孩过家家似的 你不让我出 我可砍了你 不让出就吃剑 那也不能让出 后来赶紧往北京发急报 您赶紧 那个这个 大臣们赶紧过来接来吧 这真太闹了 这这少爷 好来他倒也好 哎你倒是挺忠于职守的 行了不杀你了 这个人特有意思 回去吧 回去以后 总算舒了一口气 结果来了一个回马枪 跑出去了 又跑出去了 就是反正给大臣后边屁股就追呀 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 这么一会儿 然后折腾到三十多 三十一不到三十一 然后没孩子 无后 无后 他就 偶尔了 那就是 等于黄统这一针就断了 他没有儿子 他也没有亲兄弟 他是独圣子 谁继位 就往上找呗 就找名孝宗的弟弟的儿子 就是嘉靖 湖北安禄州 孝岗那边吧 接过来 孝岗那边有个灵吗 叫明什么灵 那是嘉靖的父亲 他是兴献王 他是王爷 封在那的王爷 把他从那边接进来 嘉靖 也是十五岁 接到北京 继位 这个关系特别像后来的同志和光绪 唐兄弟关系 就是太后这一党 包括朝中大臣这一党的势力非常强 就一旦你外来 你十五岁一小孩 你又一直是在外地当王爷 现在让你来当皇上 你会吗 你不会啊 那就是谁说了算 太后说了算 说白了 你大妈说了算 还有那些朝中的大臣们说了算 但是嘉靖非常非常有政治口脑 十五岁的一个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帝王宋 进来以后啊 让我进东华门 不行 我得进大明门 现在没了 人民英语纪念碑大概那一位 然后进五门 那是正门 皇城正门 我是来继位的 开始给他写继位 你得先去哪儿哪儿去参拜一下 你死了的唐兄 然后再去参拜太后 就是你大妈 不行 我得去奉天殿 你是让我来继位 对吗 那我得先去那儿 我得先 说白了皇上 我得天 皇官先带着咱子 哇 就争来争去 最后没办法 也是依着他了 当了皇帝以后 我得给我父亲追侍 父亲是王爷 叫兴宪王 兴宪王不行 得兴宪大王 皇父兴宪王 一步一步的 因为底下 大臣给他草拟的也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来继位了 你继承的是谁的 你继承的是你大爷 他们家的一只 对吧 对 所以呢 你就得奉你大爷为父亲 奉你大妈 那张皇后还活着呢 为母亲 是民间就讲 这就叫过继 就是你不是你父母的儿子了 你已经过继到这只了 不干 就要给父母追成皇上太后 哇 对 这是夺权 对啊 我一旦答应你们的条件 就被你们绑架了 十几岁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太那啥 非常非常这个在历史上特别有名叫大离义之争 大离义之争 嗯 最后那些大臣们就哭啊闹吧 包括在紫禁城哭嘛 就为了这个事跪着 嗯 几百个人跪着 最后皇帝动用叫庭杖 是明朝的一个专门责罚大人的大臣的那么一个打出去 打屁股 摁翻了打屁股 停账 当时打死17个 没人再反屁了就 就一点点的都收归权利 为了昭示继位合法性 又回来了啊 朱元璋是为了昭示继位合法性 要在祭祀上动手脚 朱地一样 到了朱后聪 朱后聪一样 洪武十年以前是不是有地坛 是不是有日坛 是不是有月坛 给我恢复 哦 又恢复 你看了吗 他有一个反复拉锯的过程 哦 虽然这是我老祖朱元璋定的啊 天地合四 但是老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年以前 那个旧制 他不也是分着的吗 嗯 而且呃 古书上记载的也是分开祭祀 那咱们就恢复吧 这么着 地坛又重新恢复 就在这 咱们现在脚写站的 同时日坛有了 月坛有了 那天坛呢 他已经变成了天地坛了 他那上面盖了个建筑 叫大寺殿 那怎么办 那就再加一个 就是现在的元秋坛 哦 元秋坛 包括王琼宇 灰音币 那一块是夹净又夹准 那一块记天 哦 嗯 那个大寺殿呢 改叫旗鼓坛 就来记五谷了 旗鼓鼓的啊 旗鼓坛 那大寺殿原来长得像太和殿 就是一个方的 一个很正规的大殿的样子 开了 盖成什么 现在这个样子 圆形 圆形三层点 三层点 那是他盖的 但是这个颜色呢 并不是现在的这个青蓝色 是蓝的 黄的 绿的 三层三颜 三彩 天地人 三表示就是天地人 后来是到乾隆 觉得这个颜色有点 虽然乾隆的审美被人够命了 农家有点审美 咱在这一点上倒是比家境强点 太丑了 还是改成一色的这个蓝色吧 包括这个地毯 呃 家境年间盖的时候是 都是黄琉璃砖涂的上了 嗯 侧面现在是啊 侧面 后来是乾隆 也觉得 不好看 不好看 也可能是一根滑 对 有个记载嘛 过去 摔倒 过去登台祭祀的时候要显族 就族族族边一个先后的仙 光调 嗯 咱们现在去有有些寺庙 尤其是东南亚那种寺庙 进人家室 你不能穿鞋进去 对对对 脱了鞋嘞 不礼貌的 祭神也是 显族上来 就是 啊 不是琉璃砖 夏天 露水 下雨 这个 早餐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 差点给划一根斗 是 乾隆本身活 活的年纪又大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改成了这个 现在咱们 乾隆年间的 这种青石条转 青石 爱青石 该盖成这样了 原来侧面侧面看着 从这边看着 咱们北边这个门的三道 青门 就是北为正的 都是从北为正 摘工是在那边 好让就是头三天 是从紫禁城出发 然后到摘工 原来是通体的 整个通体的 后来乾隆改的 当初出的这个爱青石 然后这个下边这个旗是我们独有的 叫则曲 天台也没有啊 日韩月韩 只有我们这有则曲 这个叫则曲 方则坛 为什么呢 就是古书记载 祭地于泽中方休 过去祭地的时候是在沼泽堆一个土堆 在上面祭祀 取义的就叫大帝恩泽 大帝恩泽 所以就是给它建成这种建制建筑规制 就是它的深度和它的高度和外墙的高度一样的 今天听你那一讲 我们那是受益凉断 好多知识 就是它都反正有意思 说什么都有 有时候听着旁边听着野岛游啊 或者说那些不懂装懂的 这是水牢 听完大哥的讲解呢 让我对家境的佩服呢 又加深了一层 不知道您听完以后有什么感想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